大家好 今星期的港股相當厲害 攻堅接近兩萬八千點附近 當然今星期在叫美國總統的情況 其實要塵埃落定 其實大家都對 未來方面好像拜登上場後的藍色浪潮 可能都給予一個比較大的厚望 而看回港股 其實今星期的成交是超級暢旺 好像今天星期五成交有二千七百多億 雖然中美方面也有不同的層面角力 但市場方面可能都預計拜登上場後 情況沒有那麼悲觀 但始終好像早前來講也提過 接下來一些大型科技股份 例如本港上市 其實也有機會繼續受反弄斷問題 有短暫困擾 但見到二三線的科技股份 藉此成功吸納資金 很多其實都是肉傷傷破頂 也一直到達歷史高位再衝上去 而今星期的另一個主題當然是新能源車 見到整個sector其實也是相當之火熱的 而當然可否持續呢 其實市場氣氛或者成交那麼暢旺呢 相信這個狀況都可以繼續反覆向上 但當然沒有貨就不幸利 可能沒有貨就要等待接近十天線附近的位置 才考慮再吸 因為強勢率的股份 其實往往一些外圍上的消息都有機會 稍後再下十天線給大家再上車 而下星期我想活躍的股份或者板塊 都會維持著現在的基調 尤其是內循環相關一些股份 其實過去這段期間都持續是一路成功可以一路上去 而內循環當然是包含著很多的股份板塊 消費率 車股 運動服 或者食品股 其實近期講也都會比較上是受資金來追捧 當然了 若果你說中美角力 或者一支好像之前你說限制股份名單 那類股份 當然若果大家要搏反彈 都要留意著接下來拜登上場後的消息 所以現在來說這類股份其實就繼續向下炒的話 也都有一定的負面的一個情緒的話 其實不妨就等待消息後 叫淡化了之後再考慮都不遲了